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74集 东西南北四个海船交界处 也就是被称为上游的区域 各自有一个船成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只手遮天 似乎与世界同在的古老纵门 这四个古宗都是很夸上游注卖大船 他们是这世界的四个庞然大物 四大古宗各有势力 掌控一条主脉下的四条分脉河流 以及每条分脉下的四条支脉溪流 还有每条支脉溪流下的无穷墨流 在东脉修真界的上游 主脉古宗 名为星空到吉宗 那里距离我们灵溪宗 极为的遥远 遥远到 筑基修是这一辈子的世界用在飞行上 也都无法达到 四宗下方 占据了四大分脉河流 是星河院 空河院 稻河院 集河院 属于星空到吉宗的四大分院 这四大分院下 各有四条支脉溪流 宗门隶属 而我灵溪宗所在的 是空河院隶属的第二支脉溪流 血溪宗是第一条支脉 淡溪宗是第三条 玄溪宗是第四条支脉 空河院 就是我们四个宗门共同的上宗 而与空河院 一样庞大的四个上宗的上面 则是源头一样的古宗 星空到吉宗 正远东的话语 如天雷一样 使得白小春呼吸急促 近乎骇然 这消息比世界的介绍更为惊人 星空到吉宗 空河院 白小春喃喃 吸神摇晃 第三个问题 知道为何整个世界的所有宗门 都要建立在通天河的附近吗 即便是末流 也要尽可能的去靠近通天河 正远东再次开口 如同侍奉第三道天雷 通天界太大太大 不说无边无险 可却很少有人能走到世界的尽头 而这片世界很是诡异 他没有灵气 没有灵气 怎么可能啊 正远东的话语传出 让白小春心头再次一阵 整个世界是没有灵气的 或者说天地之间根本就不产生丝毫灵气 产生的只是一股浑浊之力 对于修士而言是剧毒 对于凶兽来说 却是滋补 似乎从这片世界有记录与历史以来 就是这个样子 之所以我被修士可以修行 正是因为通天海 通天海是整个世界内 灵气最惊人的地方 似乎那里的每一滴海水 都蕴含了无尽灵气 而此海蔓延的四大川 还有美川的分脉河流 支脉溪流 墨流 有通天河的地方 就有灵气 越是靠近通天海 灵气越浓 越是靠近通天河 灵气越浓 所以上游极强 中游强悍 下游不俗 墨流 也有希望 可是越是远离通天河 灵气就越是稀薄 到了尽头后 会有一大片没有灵气的近地 即便是通天海四大川流 扩散 这片世界里 也依旧还是有近乎一半 架杂在两条川流之间的区域 是没有灵气的 这也是间接的保护 使得两个古宗之间的全部势力 彼此若征战 难度极大 所以如今的战争 大都是各脉内部争夺资源 郑远东说到这里 停顿了一下 看了看 完全被震撼的白小春 又再次开口 第四个问题 洛臣家族为何叛变 薛熙宗 灵熙宗 宣熙宗 丹熙宗 我们都是空和苑的枝脉 我们都想有一天 可以提高宗门的地位 成为分脉河流的宗门 这是老祖的梦想 也是我灵熙宗万年来 不断积累 不断努力的目标 传承序列 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设 而这个目标 在前些年出现了一个 万载难逢的契机 空和苑以某些未知的原因 热怒了古宗 被星空道击宗责罚 近乎灭门 老祖死亡 地运崩塌 前所未有的虚弱 可被取代 等于空出了一个名额 一个 可以取而代之 成为分脉河流宗门的名额 而星空道击宗 也没有去指定任何一个西宗上任 所以 血灵 玄丹 死宗都有可能 故而彼此要争夺 要血战 要从其他三宗杀出来 成为最强 就可以寄生分脉 罗臣家族的背后 是谁不重要 血系宗也好 玄系宗也罢 还有丹系宗都没有关系 因为彼此都是对手 同样的 彼此 也都有可能联盟 有人在我灵系宗内试图养鱼 我灵系宗一样在其他三宗的势力范围内 也养出了鱼儿 正远东 微微一笑 那笑容里带着三汗 这看似温和 平衡南北 很是老道 受人尊敬的劳者 之前所表现出的 都是在内部 对内如春风 可在对外的时候 他一向是杀伐果断 甚至比柴道人欧阳杰 更加的冷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白小春的心中 早已被这四个问题的答案掀起了滔田大浪 此刻都懵了 白小春 你知道通天海的岛屿 通往苍穹的入口 为何很多大能之辈要去那里吗 正远东 看到白小春 已从杜灵飞的事情中 被转移了思绪 微微一笑 准备再下一计狠药 传说 走过苍穹的入口 可以获得永恒 也就是长生 正远东 看了白小春一眼 慢慢的说道 白小春一听这句话 整个人头皮都要炸开了 眼睛直了 身体强烈的颤抖 呼吸瞬间急促 他这一辈子 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 脑海仿佛要爆开 充满了疯狂 满脑子都是长生 而想要长生 需要具备奏上苍穹的实力 你还小 路还长 不要被路边一时的风景所迷恋 走下去 走出一个 无怨无悔 这四枚遇见 一枚是你从此以后 张老身份的令牌 一枚是你在中道山的心动府 一枚是主机后 去祖金之地选择传承的信物 还有一枚 是开启你当初天交战第一秘境的钥匙 郑远东放下四枚遇见 看到白小春激动的模样 他放下了心 出了洞府后 他看到了在不远处等待自己的李清侯 向着李清侯点了点头 李清侯脸上露出了笑容 似松了口气 多谢掌门 这样我也放心了 可以去闭关了 清侯不虚如此 他也是我的师弟 希望你出关后 我们灵犀总多了一位 传承序列 郑远东望着李清侯 心中有羡慕 他自己是没有可能成为传承序列了 太上长老是他的未来所在 李清侯抱拳一拜 看了白小春洞府一眼 于郑远东飘然离去 白小春在洞府内呼吸急促 甚至郑远东什么时候离去 他都不知道了 脑海的大浪滔天 直至深夜 白小春猛的抬头 目中露出强烈的光芒 我要长生 他将杜灵妃的事情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走了出来 而让他走出的 除了这个世界的画面外 更重要的是对长生的执着 他看向面前的四枚玉戒 一把拿起 插开一番后 白小春的目中露出期待 还有不死长生公众 不死郑的第二卷 不死金刚 我如今也可以修炼了 白小春趁引片刻 想起了当年那位守灵人 给自己的不死第二卷 这第二卷 白小春之前研究过 分为三层 比不死皮更为强悍 且一旦修行的第一层 就可以获得一个比碎侯索 还有恐怖的秘法 汉山状 白小春深吸口气 一夜无话 第二天清晨 他走出洞府时 看着阳光 遥望远方 他没有忘记杜灵飞的失踪 而是将其 埋在了心底 我白小春 又回来了 白小春笑笑一甩 抬起下巴 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 中道山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